What's going on? 新的一期新的分享 看到这次的标题 大家应该知道了 这次是一个全方位的稳定器的横平 那我们有三个主人公 名额2 RS2 那最后呢是我的微博2 那这台是一个样式机 然后呢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析一下 所有的一些细节 从外观 从它的设计 从它的功能 包括一些 你可能不会注意到的小细节 最后呢 老规矩 我们会到外面拍一个实战表现 那是不是这台小的稳定器 可以掉到之前市场上比较火的 这两款稳定器呢 我们Let's go 首先我们从包装来开始 可以看到 这次智云使用的包装 跟之前的我们的DJI很类似 两者重量差不多 大小呢 分两个层次 从包装上面 我们也有一些进步 除了包装之外 我们来看看稳定器的外观 看我们RS2 确实比智云要大一点 可以看到它稍微偏高一点 那是因为咱们三轴 它是偏长偏高一点 而我们的微博2 可以看到是更短 更小巧一点 从体积上面来对比的话 RS2的电池手柄 是稍微偏长一点 微博2呢 是更短一点 这是有一段的一个距离的 官方显示 RS2的高度呢 是41毫米 而我们的微博2呢 是在35毫米 所以短了6公分 但从重量来说呢 两者其实差不多 手感是一致的 官方显示 这是1480克 而我们的微博2呢 是1430克 可是这里我要强调一点 由于RS2的电池呢 是可以拆卸的 也就是说 我拿掉以后 它放在包里的体积 会比我们的微博2 稍微小一点 刚刚我们说到手柄 设计方面都是一致的 非常舒服 我个人觉得手柄越胆 让整个稳定器的体积更小 会更适合我 不过呢 说到材料 RS2这次是橡胶 而我们微博2呢 是瓦胶 两者的手感 其实差不多 可是如果真要选的话 我会选择橡胶 橡胶更舒服一点 瓦胶呢 怎么说呢 偏有点粘性 工艺上面呢 没有RS2好 边缘的这个处理啊 微博2呢 稍微是有点突出 当你手持的时候 你是可以感觉到 咱们这突出的这一块的 而微博2呢 却没有这种 那再往上走 可以看到 两者都是有一个扳机 那这个扳机 两者都是塑料做的 手感上面来说 RS2确实这次又获胜 清脆的 而且很有成就的一个 按下去的一个感觉 微博2呢 这个我个人感觉 稍微那么一点点 没有那么带劲 波轮两者呢 其实都有 只是位置不一样 那如果你是一个手控制的话呢 确实是很方便 可是呢 这里呢 我在我的使用当中 我还是更希望 单独一个独立的左手 来去控制 咱们的跟胶和对胶 这样更准确 更细节化的 可以调准我们的跟胶 而不是靠你的一个手指 边拍摄边去控制 其实这样还挺难的 一个操控的 还有一点要强调 就是由于微博2的设计呢 是偏一手操作 而且是偏右手 用户的一个习惯 如果你是左手的话 对不起 咱们的波轮都是不可使用的 不好意思做别子们 正面可以看到 我们RSI是有一个拨盘的 我们的微博2这里也是有一个 只是这是在左手 除了拨盘之外 咱们现在还有一个快速切换功能按钮 RSI呢 是一个M按钮 切换按一次 按两次 或者点击三次 会有不同的功能切换 而咱们微博2是一个快速的拨盘 很方便的切换三个我们最常用的一个模式 平衡跟随 全方位跟随 包括一个锁定模式 说到锁定模式 由于DJI的RSI 现在它没有快速切换锁定模式 你必须一直手按着前面这个按钮 才能锁定咱们的云台 这点我觉得特别不方便 而且特别不人进化 你得一直按着 然后去控制你的所有的方向 那说到屏幕 咱们都可以看到 两者都是带彩色触屏的 唯一就是它大小的体积 而且两者反应都还是挺快的 我觉得志云的菜单这次呢 做的还是蛮优善的 而且它不是参数 它就是一个快捷键 它有三个模式 高中和低 这样的话 你不需要去调准确的参数 你可以快速点击 然后有限定的这种预设 然后你快速的去拍摄 所以这点我觉得是挺好的 当然你也可以自定一去调每一个参数 如果你想的话 那同样 咱们的屏幕也是可以输出 我们现在相机所播放的画面的 那这里唯一要求就是跟2S一样 你需要一个图传 那如果你是买的专业版本的话 它是送图传和跟焦器的 而且它的图传是可以同时 在这里显示 也可以在三个不同的额外的手机 或者是别的设备上面去显示 而且通过它的APP 你同时可以操控相机的一些参数 比如说RSO跟焦啊 说到屏幕 这里是一个翻转屏 从唇朝下到一直45度朝上 这样的一个概念 旁边呢 那这里还有一个LED告诉你现在还剩下多少电 RSO这里也有 两种稳定器都是有一键变竖拍 所以很方便那些拍短视频的朋友 喜欢拍竖拍 它送了一个提库手柄 这个直接放在更中央 咱们手提着就可以了 三轴锁定 这个是每个稳定器现在都包含的 RSO使用的材料是碳纤维 而咱们是铝合金 唯一有两点我要跟大家讲解一下 很多稳定器咱们腾的调频都是靠后面这一轴 至于微波二呢不是在后面这个轴 而是在直接我们的快刹板底下调整左右的横向 RS2呢这里呢是不可以调整左右的 也就是说你的相机只有这么宽 如果太宽 你会碰到右边的这个电机 你必须再买一个快刹板 所以这点就比较麻烦 说到快刹板的第二点 我要强调一下 这一次智云用的快刹板 还是以前一样的那些快刹板 上面这里还有一个增高板 如果你的镜头够大的话 你必须用一个增高板 而RS2呢这里呢是用的是一个快拆功能 我们可以快速的把相机给它放上去 然后锁定 然后也不需要二次调频 这里我放了一个跟焦器 这个是pro版本才赠送的 一般是没有这个跟焦器的 那最后呢 他们到底能承受多重的设备呢 因为RS2毕竟是他们的旗舰稳定器 所以它的负载能量肯定是比它多的 我现在用的相机呢是23 加上我的24105镜头其实加在一起 包括我的跟焦器 然后还有图传 2.5公斤左右 然后放在上面也是可以使用的 完全没有问题 所以基本上微单都是OK的 那续航呢官方显示 这台呢是12小时 然后这台呢是9小时 两者都支持快充 PD快充 这个我测试的是10分钟 我充了15%的电 然后充满是在90分钟左右 我们RS2呢是需要差不多2个小时的时间 OK那现在我们把这两台带到外面 实战中来测试这两台到底表现的怎么样 现在是微博2 然后24到105的镜头 机身和镜头稳定全部关掉 我们先从24开始测试 走路和跑步锁定器 打掉 oda 大 大 大 相超 让 OK 好 现在是105同样的测试 走路和跑步 我们来测试一下 OK 看完实战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哪个弹幕告诉我你觉得哪个更好 停留一下这里是未来小日 这里我主要是想强调一下关于它的屏幕 这个屏幕作为一个构图和取景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作为一个色彩准确或者是高清晰的屏幕 这个我现在就给你打断你这个念头 不要去指望这一点 毕竟它是通过WiFi图传过来的 所以它的信号包括它的压缩的质量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说到屏幕 如果你购买的Pro版本这里是送你的图传 包括咱们的前面的跟胶器 这个跟胶可以通过我们的波轮来去控制 这个波除了控制跟胶以外它还是可以控制咱们现在索尼 包括佳能还有很多匹配相机的ISO快门 还有它的光圈 除此之外现在是AR智能跟机 7-80%它可以满足现在我们简单的拍摄 它会锁定在我们的人物或者是物体上面 然后根据你的移动范围来去跟踪你 这里也要强调一下 在我的测试里面如果你的人物动得特别的快 或者是离镜头特别偏近的话 它是会丢胶的 我觉得它丢胶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算法 它毕竟不是识别脸部跟胶 它是通过一个颜色还有一个对比度来去锁定咱们的物体 如果你穿同样的衣服的朋友 跟你的人物会有一个穿插 有的时候它会丢胶然后锁定到另外一个物体 那这个发生的几率不是特别大 可以看到在我的测试里面 确实我测试了蛮多次的 而且基本上都是跟准了我们的物体 可是会有一两次 特别是动作特别快 或者是离境动特别近的时候 它会丢掉我们这个锁定的人物 不是100%完美 希望在未来的软件更新里面可以去优化它 比如说你拍一些直播 或者是你采访的这种节目 我觉得用它还是ok的 可是如果你真是是商务拍摄 然后要去追一些物体的话 那这个功能我可能现在展示 还是不会使用它的 想到说到屏幕的大小 如果你觉得这个屏幕还不够大的话 你可以购买它们的pro加版本 它会额外赠送一个一体式的监视器 那这个屏幕呢有这么大 其实还是挺大的 那这个是在我图传的这个反应里面 我觉得是反应最快的一个 比大疆的还要快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它的优势 那通过它 你也可以控制咱们所有的根胶的波轮 包括录制 还有一些参数 值不值 你们自己去衡量 说到电池电源后面 它也是可以我们安装 NP电池的直接插进去 就可以方便供电 ok那看到这里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帮助 那这一次的评测呢就到这里 我觉得至于稳定器呢 从一个性价比角度 单独一个稳定器还是挺值得的 好吧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乔治 希望你喜欢 那我们下期再见 Peace